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修行辅导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 无真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地宽恕众生 忍入 这个忍入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祈愿正法重现 未曾听闻佛法 生命就毫无意义可言 得闻解脱之道 而未能依教奉行 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如果道场没有法 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 贯策三法印 一时相应四一指 落实在每一个动点上 当下即是正法重现 让佛教新圣正法重现 是每一个佛弟子 无可推脱的责任 2005年元月1日 世慧律写于高雄文书讲堂 二百零三页 那么我们讲到 以这样的进度 我们三天以内就可以讲完 所以这个礼拜天 星期天 就由法务师领证 诵经 简单讲就是 星期天改成诵经 因为按照这样进度 三天以内 三天以内我们就可以讲完 那么最后一天呢 就由法务师 以及诸位法师来领证 诵经 因为最近往生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很多 好 二百零三页 比丘相 既是佛像 这句话 含书很深 这比丘相 就是佛像 意思就是说 平等 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看这个比丘相 也许你看到他没有修行 也许你有看到他的缺点 不过你不要忘记 他现的是佛像 你要恭敬佛 就是恭敬比丘 所以看到献比丘相 就应当赞叹的意思 人家说不看身面 要看佛面 不管如何 我们是三宝弟子 应当礼敬三宝 这个比丘相 包括一切的出家相 只要献出家相 我们应当恭敬礼拜 平等不恶 有比丘法师来 就要问候 招待 不要再去分 哪个人有修行 哪个人没有修行 我们自信 清静心最重要 降服自我 自己摆平自我 这个才是真正重要 眼睛看出去的 别人有修没有修 不关我们的事情 我们修行人每天所做的工作 叫做降服自我 这金刚经也是这样讲嘛 如何降服其心嘛 对不对 而不是降服别人嘛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重要的工程 福地子 所要做的重大的工程 就叫做心灵转化 就叫做心灵转化工程 把这个染污的转化成清净的 把这个执着 转化成离一切相 这个才是真正的 我们比丘所应该做的工作 叫做做转化的工作 叫做心灵转化工程 人家问你说 某某某法师某某机师 你在哪里高就啊 我们也在搞工程 哪个工程呢 心灵转化工程 这个是非常艰巨的工程 你盖台北101大楼 你有项可以依循 你可以按照蓝图来搞 佛法这种东西啊 没有蓝图 无相的东西 唯一的蓝图就是靠善知识 唯一的蓝图就是靠 藏经来指示我们 应该怎么做 像四第十二一年 像八正道 依照佛所指示的 我们来观照 才有办法 所以我曾经讲过说 全世界最难搞的东西 就是佛法 它无相的东西 等一下啊 一边工作 一边念佛 就会感觉到 有地义因果轮回 才会 静洁 应该赶快 念佛求生西方 为什么呢 工作是实际的 那么 简单讲 面对一切真实的境界 你就会了解 生命刹那 因果法的法则 轮回的确是有 其实这个轮回 讲到究竟处 其实就是动念 动念就是轮回 为什么 重复的起贪嗔痴 重复的起贪嗔痴 叫做轮回 别人好的 我们要赞叹他 诸位 这一点不能吝啬 我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你们要向师父写一写 我从高一 就看到一些心理学 我就很知道 要尊重别人的自尊心 别人伤痛之处 千万不要去谈 不要一直重复的谈 对方不愉快的事情 给对方尊重 我们所有的建议 才有效 如果不给对方尊重 我们老是 拿他的缺点来开玩笑 拿他的缺点来攻击 那么你再好的建议 也没有用 好朋友 千万不要拿对方的缺点 一直在开玩笑 有时候会反目成仇 怒目相似 这个不好 因此我从高中 我就学会了赞叹别人 学会了水洗功德 这是因为有个性 所以一直到出家 慢慢慢慢信念 到现在 我所看到的都是我 内心的世界 我认为动念就是我的不对 看到极大恶劣的众生 我认为我瞧不起他 就是我的过失 我就是没有那个功夫 没有那个涵养 这无关于境界的问题 我慢慢体会到 违心所造的道理是什么 原来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是我们个人 没有办法降伏自我 容不下他 不是他有多可恶 我现在了解万法违心造的道理 因此互相勉励勉励 因此我这一点 一直一向做得非常好 在我的几十年来的奖金 我从来不曾经攻击 伤害任何一个比丘 一个比丘女 除非他邪之邪剑 伤害整个佛教 我从来没有 只要是现身向的 我们一力赞叹 底下说 别人好的要赞叹赞成他 如果不好的也赞成他 则自己的罪也会加倍 意思就是说 要有智慧分辨 要有智慧分辨 那么赞成跟反对 其实还是违心 如果见好的我们随喜 不好的内心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千万不要行外面的形象 口出恶言 或者是态度不好 这样也会伤害到自己 真的有功夫的人 看到不好的 就是还是入入不动 笑一笑而已 你就明明知道 哎呀那个人在伤害我们 我们一样谈笑风声 好也笑一笑 坏还是笑一笑 为什么 无关于生死 好坏是他个人的因果 无关于我们的因果 不能把别人的切点 拿来自己烦恼 这变成我们的因果 以下 东西好的 不要把它变成不好的 这是指常住的东西 能够用的东西 要尽量使用保存得宜 要爱惜常住物 如护目中诸 古德有讲 保护 爱护常住物 如护眼中诸 你保护你的眼睛 保护得很好 你保护常住物 也是要这样子的心态 不要无心 或者是故意把它放坏 有意无意 你都要保护 要保护常住 做人如果来出家修行 才值得 要不然在社会上 要生而育女 到要死的时候 还舍不得不愿走 这个讲得好 这个到处是可以看到 那个死的时候 眼睛真的大大的 当然是痛苦的 病苦死完 那是没话说了 一般人就舍不得走 死了以后眼睛真的很大 闭不上来 人生有生老病死 爱别离等八苦 如果有艳丽修苦恨 以后有什么小神通 什么事到哪里都知道 因为有内心的剥热智慧 自己有所觉 自己能够做得到主 什么叫做学佛 就学自己做主 学自己做主 就是情绪控制得住 情绪控制得住 要想情绪控制得住 你一定要体认 万法 没有一样是真的 都是缘起的假象 这样子来体悟 才有办法 如果不能跟空 无相相应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忍辱 都是骗短暂 骗刻的功夫而已 当你以空相应 了解 缘起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彻底的跟毕竟空相应 你所得到的智慧 就是永恒 既一切相 离一切相 这不但是修行的 最高指导原则 也是我们修养的 最高指导原则 两个人太好了 就一定会出事 一定会吵架 两个人离得太远了 你渡不了他 像我们如果离众生太远 我们渡不了众生 解得太近了 是非多 无论是修行 无论是修养 统统要用这四个字 叫做不及不理 底下 听话要会听 要听闻佛法 不要听书气的话 这个书气的话多 前者是解脱者 不要还有相 有个我相 其实我告诉你 四相当中 你只要把这个我相砍掉 彻底除掉 其他后面相通通没有 你都能够把这个我相除掉了 那有什么人相 你也知道那个我 因为众生是这样 那众生那里有相 本来就是缘起的东西 一头牛你看起来 那是一头像 这一头牛彻底 把它分析起来 你看那个 我看那个影片 那个劝人家吃素的 哇 那个杀牛 多残忍啊 是不是啊 把它从头 碰 电击 把它电击 然后在头先切下来 那美国的 人家去偷偷去拍摄的 我那边有一片 人家拿给我的 那牛一割开来 哇 通通没有 牛没有牛相 猪也是 也没有猪相 简单讲 人没有人相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世尊讲这个空的用意 他到底在指什么 他的重点在讲什么 世尊讲空的这个用意 那重点有三个层次面 第一个 因为撒纳无常变化 所以我们讲他是空 没有实体可得 第二个 他是缘起 是条件所构成的 既然是条件所构成的 延伸法 那么就是无声 你讲有一个我 其实是没有 你讲我有个婚礼法师 父母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在哪里 所以一切法无声 是十方 三世一切佛 所讲说的 比如说 这个讲堂 对延伸 把这个讲堂 麦克风关掉 电灯关掉 墙壁从中拆掉 把每一个人 现在每一个人 通通火化 剩下一堆骨灰 吹口气 什么像通通没有 所以你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世尊讲的那句话 最厉害 叫做虚妄的执着 太厉害了 哎呀 所以我告诉你 邪火啊 就是神经要很大条 我告诉你 什么叫做离心意识 人切经讲要离心意识 离心意识 就是要离开神经系统 父母没有 没有 结婚没有把我们 生出来的时候 你有神经系统吗 没有 那我们现在 延伸了 有神经系统 那这个神经系统 是短暂的 简单讲 我们从小到大 就是用神经 脑筋 神经 感触 一直在 成长 这个成长当中 过程当中 强烈的吸取外境 不知道说 我们父母 未生前本来的面目 是空不可得 我们死后 也是空不可得 而这个过程 是从生到死 这个过程是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变化 没有实体可得 所以 上那无常 我们是空 延伸 就是无生 所以我们是空 第三 万法 唯心限量 万法 是唯心所造的东西 众生 认为实在的东西 圣人看 没有这种东西 他不是否定 但是也不是肯定 否定是外道 肯定还是外道 我告诉你 佛法很难搞 就是这个道理 抓不到 没有任何的依据 什么通通是 什么通通是 什么通通不是 所以破除这个我像 是当务之急 底下 后者是是非非 后者是是非 那么 计较你我像 是坏的种子 前者是解脱 或者是是非 以下 204 听话 要对的才听 比如说听无理的 会影响别人 也会受因果 讲话要讲道理 听话要对的才听 比如说 他讲他是正的 那我们要参考 赞叹 所以说 诸位啊 你要选择一个 那么善知识 这个就要有看福德因言 那么因为诸位 经教上 有的初学佛法的 还不是很通达 你要叫他分辨 什么是善知识 他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他哪知道什么叫做善知识呢 是不是啊 你随便讲两句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还要得福德 要有因缘 有的人狠狠发心 狠狠修行 可是碰到错了 前一阵子 宗教恋财 怎么样 被人家搞了几百万 他很想修行 碰到神混 这没有福德 没有因缘 还被他性侵害 他很想修行 可是没有碰到好的 只怪自己素食 没有福德 没有因缘 因此 这正知正见就是什么 就像指南针 方向 你碰到一个二知识 它的方向越来越偏 方向越来越偏 你不能了生死的 你碰到一个善知识 越来越正 越来越正 这个初步落错 后面通通错 他这一步跨出去 这一步跨出去 方向错误 完了 所以这个修行 要有方向感 修行要没有方向感 就一下子错了 后半辈子 通通完蛋 修行 它是一个 判到三知识 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碰到三知识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它可以叫你生 可以了生死 也可以叫你死得很惨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死的 它每天给你种一些 读书 错误的观念 你每天中毒 每天中毒 每天中毒 我告诉你 卡在那个地方 不要说你今天念到大学 博士来都没有用 博士来都没有用 以前有一个念到 博士的 人家告诉他 你只要日中一时 不久你就会成佛 他就真的日中一时 博士了 本来身体很健康的 后来就日中一时 身体垮掉 一直垮掉 后来经过几年以后 碰到师父 我告诉他 不吃饭可以成佛 舍冬眠四个月不吃东西 比你成佛比你更快 修行是中道 不是搞这一套的东西 恍然大悟 错了 我走错路线了 哪个不吃饭就可以成佛的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啊 诸位很有福报 也很幸运 坐在师父的前面 真的 非常非常有福报 底下要修行 每个人都有佛性 是指佛性 性就是道 诸位 要做一个笔记 什么叫做道 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叫做道 一切万法所显现的原起假象 令心无所增减 这个才是真的功夫 令心无所增减 没有真相 没有减相 为什么一切都是幻象呢 拥有几百栋房子 不动一个念头贪婪 失去任何的财产生命 不动到一个念头 说我失去任何东西 因为本来就没有 刚开始克制一下 何况说贪婪 这个世间假象 因此什么道 就是不生不灭的 女盘妙心 就在这个地方 什么叫做不生不灭 就是生灭 什么叫做生灭 就是不生不灭 什么叫做有为法 就是无为法 请问师父 什么叫做无为法 就是有为法 你懂吗 体会得出来吗 底下 有你我相 则一起争执 真正悟到 没有人跟人家争执的 出家不是来修斗争的 包括贩子一切修行人 诸位 修行人还这个斗争 还没有办法割舍的下来 不是一个修行人 出家是要同理大众 也就是每个人都好 经账潜在心 戒定会也在心 戒定会不是用说的 是要用行的 注意修行不是口号 是行动 修行它要实际行动的 用功拜佛 念佛 用功参禅 诵经要精进的 就是要修五印 诵经不过 不是光畅畅就好 为什么 经里面有义理 诸位 诵经的重点 是要体会里面的义理 不是写英语 英语写讲话 要去体会里面的义意 否则出家 真可惜 说是说 要修到自己 看到就知道 自己悟出来的 否则大家都很执着 诸位 就是只看经典的人 在文字上下功夫的人 不是真功夫 要在心性上下功夫的人 菜是功夫 苦恨不是简单的 不是一直做 一直做 也不是办法 所以这广经老师 真是幽默 这修行啊 不是不简单 不是简单的 不是一直做 一直做 也不是办法 一直拖到头来 也是拖 意思就是 不悟 不开悟 枉费你修行 你的修行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你今天你不开悟 你就拖到明天 那明天不开悟 你就拖到后天 就一直拖 一直延长 什么时候要开悟 不知道 底下 魔法师来请师父开示 问 想离开现住的寺院 目前有三个地方 不知不知何处 以我有缘 你看广经老上开示的 答 是心不安 不是道场的问题 是心的问题 还是所在不安定 是心不安 还是你所处的地方 住的那个道场 使你不安定 如果是心不安定 就是跑到西方 也不安定 你心眼一麻 马上转过来 就安定了 只要你能心定得下来 心眼一麻的时候 马上转过来 就安定了 是心的问题 不是境界的问题 借力最重要 借力清静 心就清静 如果不安定 就指我们的心 看什么事情 都有我像 要看每样事都不是我 要到西方 要修到心不乱 什么事 道一念清静 则是西方 心不能安 则想到处乱跑 要以心安心 否则要用什么来安 如果心要跑 就问 要跑到哪里去 跑到哪里去 是不是 谈话说的 走哪里去 歌仔戏都这样讲 问 每天持咒拜佛 又真法华三昧 心如相打闲叉 答 自己没有足不行 其实这个还是误 这广青拿上 这个通通叫你要开悟 你要体悟到那个 心性不争不减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的心性 这个才是重点 其他通通叫做相的东西 自己没有做足是不行的 专心念佛 看借力 拜佛就好 事情越多 越执着 心就越不安 不要把人家的善 拿来修 因为善 无法修正自己 苦 点点点 这执着 如果有根基的 把人家不好的 拿来修 就是 别人这样子不好 我们要修正自己 不能像对方 不能像他这样子 无知 不能像他这样子 一体贪嗔痴 你看 一生气起来 像阿修勒的脸 心稳定的时候 男孩子 帅哥 可是一生气起来 像罗叉 鬼子母的脸 一念之间 最好看 女人 漂漂亮亮的 可是 我可以一生气起来 哇 那不得了 所以这个 修行不容易 很难 更好 更进步 就是把人家不好的 拿来修 意思就是 把人家不好的 拿来修正自己 不要像他这样子 我们要更好 要更进步 如果不会的 就会起烦恼 心 要安 很难 为什么 我们着相习惯 所以要找心里面 那个不生不灭的 你看 讲来讲去 还是师父讲的对 就是要找那个 不生不灭的东西 不要找外面那些 有生灭的 诸位 写 做一下笔记 不生不灭 是指性 生灭 是指像 诸位 像 误到不可得 就是性 性 可以显现在像 看你用什么心 要找本来自性 什么都有 听得到 看得到的 都是外面的 以自己无色 无色就是无关 跟自己的生死无关 某基师问 念佛能够见佛佛 答不能 诸位 这就很重要的 为什么念佛不能见佛 广经牢上 答不能是 意思就是说 你所见到的佛 都是虚妄 师尊说 叫你念佛见佛 在这个有两种角度 生前念佛 跟灵命中 念佛 大不相同 生前念佛 如果你用功 就算你看到佛像 也不能起一念欢喜心 因为这个通通叫做妄想 有感应 有瑞相 很好 放下 还是不能执着 如果说出来 跟大家 互相勉励 这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拼使命的执着 认为自己是圣静 圣人的境界 这个就坏了 这个是射受想行事里面的 五十种阴谋里面的一种 如果是在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 灵命中 如果佛现前 那么这个就是好事 灵命中 总夜报结束 穷尽极乐世界 自然显现 自然显现 所以说这个 某基斯问 念佛能见佛佛 答不能 就反正所有相 都是虚妄 见什么佛 是不是啊 简单讲 在世的时候 不管你多精进 就算你见到佛 欢喜心 自己知道就好 不要一直夸大其词 这样会害死无量 无边众生 问大师至菩萨念佛 言通章这么说 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又如何 答对 就是心开就见佛 心 前面加两个字 智慧心开就见佛 更清楚 更清楚 心开就见佛 见智信佛 所以广今老二上 是用最高的境界 在修行的 就是用不生不灭的 清净心在修行的 意味着佛 不是由摄像而见 凡受像 都是虚妄的东西 问朝山 应如何才如法 答要慢慢败 要放下万言 不要挂爱 一心以此 其实讲来讲去 还是功夫的问题 功夫的问题 以前 有一个朝山团 想法 他最后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